哈囉粉絲這是我KFISH 從今日2021 1月12號開始 Chrome等瀏覽器不再支援FleshPlayer的功能了 所以賽號的那些老網友 都沒有辦法透過瀏覽器就直接開啟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來跟大家講解要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的起因是因為瀏覽器不再支援FleshPlayer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找到FleshPlayer並且下載 我們這邊使用的方法就是我們可以到桃米官網 直接去下載各個瀏覽器的FleshPlayer 下載網址我會放在影片下方 然後這邊我們選擇安裝這個zip檔裡面的 Firefox版本FleshPlayer 更新的部分我們就選擇不要提示我們更新 再按確定後我們就可以打開Firefox 來看看Flesh的遊戲能不能遊玩 這邊我們就選擇玩賽爾號好了 因為畢竟它也算是一個蠻老的遊戲 打開後我們看到一個提示畫面 這邊只是跟我們講說FleshPlayer沒有更新 我們按確定允許後 可以看到說FleshPlayer是可以正常遊玩 而不是像剛剛那樣子沒有辦法進行遊戲 我們這邊也稍微打開Edge來做一下比較吧 Edge我按一下重新整理也還是一樣的狀況 所以今天你們的影片說 如果喜歡你們可以在影片下方幫我們 也希望幫我們按個訂閱 OK Take Easy See you guys